關於各界關係的鼓肌,尤其是煙囪部分 因為監測值已經達到行動值的範圍 所以從這個數據來看,確實是有了安全的疑慮 但是第二點,遠雄針對煙囪清潔的部分提出說明 他們說他們已經在煙囪部分做出清潔的補強的工作 他們表示目前煙囪的部分認為現在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第三個部分,市府朝遠雄提供的5G周邊的數據來看 還是可以看到5G建築物周邊有很多的呈現點 它的這個數據是已經達到行動值的標準 所以這部分我們認為遠雄違反這個環境的承諾 所以依然做出裁罰最重150萬的這樣一個廚房 那也希望遠雄公司盡速提出這個緊急的改善計畫 然後趕快送交補強計畫來給市府送審 我大概有以上三天跟他做個廣告 送審時間有...